今天和大家介紹樓沙包 只要介紹酒樓的做法 樓沙包近年才興起 以前是沒有的 樓沙包近支叉燒包 跟奶黃包有什麼分別? 分別是樓沙是蒸口落出來用的 奶黃包就不是這樣軟軟地算數 只要餡和那塊皮是萬頭皮 每個都會做的 酵母和泡打糖和麵粉都混合 今天只會介紹這些餡 多些材料 但家裡也能做到 材料可以在超市買到 又是這個問題 什麼是一個好的樓沙包呢? 基本上撕開的樓是流出來的 萬頭皮 只要清潔鬆透就OK了 這次看到的材料很多 材料只要一個耳膠粉 耳膠粉和糖 這兩個要先拌均勻 因為不拌均勻 不拌均勻 一撞碎就不用了 一定要跟糖拌均勻 接著就是吉時粉 滾水撞熟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蛋黃 蒸熟的蛋黃 將它雜碎就可以了 整好所有材料 加上那隻牛油 那隻靜蠻牛油 倒進去 撞熔後放在烤箱裡吃硬的就完成了 這份是我以前做好的 第二天就拿出來 切好那些狗狗就完成了 這個皮就是做饅頭的皮 只要是麵粉、砂糖、酵母、烤打 就是那幾樣 是不是又要發酵很多鐘 就不需要發酵很久 只要用手來拌均勻 這個炎滑就可以了 拌均勻自己發起 這樣就可以了 否則蒸上來就會爆了 最後就用機器 沒有機器就用手用力插 拌均勻它浮起來 做好之後就要放幾個字時間 才蒸得讓整個包面脹起 即是包好餡料之後 再放多幾個字 對 放多20分鐘左右 就要看你的皮的程度 如果你是用機器打 就很快的 15、6分鐘都可以了 但你用羊手可能用20分鐘以上 總之你看包面 是浮起來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開始了 是的 這個魚膠粉就要加一些滾水 用滾水撞開去撞溶就可以了 一份的魚膠粉就用三份的水 差不多就可以了 撞開去只要不怕起粒 溶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的魚膠粉要溶了才可以 接著就是吉士粉 這個份量都是沒什麼抵抗的 你看到的埋就行了 總之撞熟的吉士粉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你看到它結了 打開等生粉上下而已 這樣就完成了 將所有材料加起來就完成了 這些是植物牛油 先溶掉在超市買得好 這些是吉士粉 也是在超市周圍也有買的 蛋黃的比例是沒什麼抵抗的 因為你家製作 別人多一點就口吃一點 這裡是六隻蛋 就可以了 酒樓當然是有份量 就自己做事而已 把所有材料倒在一起 放在蝕櫃裡 這樣切硬就可以了 放在蝕櫃裡 切硬了之後 就切開九塊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放在蝕櫃裡就用了 放在蝕櫃裡很快硬 像是冰格那裡 這些皮我以前搓後 那些皮就不用介紹了 這是麵粉 全部都是麵粉 只做梅而已 現在出題了 這塊是我以前做好的 這隻皮是轉體的 不怕麵麵是光滑 即是把皮轉成一個圓圈 蝦母皮就比較硬 家裡的尺寸一般都是 這塊是小小小的 不需要那麼大 將這個中間 要將它轉在中間 搓成一塊 更加圓圓 蒸的時候就很圓滑 不怕爆 將中間的裡面 轉在中心 有什麼用呢 因為轉了就不怕爆 那塊臉皮一樣 如果做得不好 蒸起上來爆 那塊皮就不好看 你撿得不好 那個口 它一蒸融就會漏出來 外表是圓滑 蒸起上來就好看 喜歡大一點就剃大一點 小一點就細小一點 蒸的時間都差不多 蒸的時間要短一點 因為這個是五分鐘 叉燒包就六分鐘 因為你蒸得一時間長 它就流出來 轉了之後 那個臉味厚體一點 然後更滑一點 包就向這邊包 那邊粗的就在那邊 有分底和麵嗎 有的 有滑的麵在外面 對 滑的麵在外面 酒樓都是用這些骨嗎 一樣的 我現在全部都是 跟酒樓的做法一樣的 基本上那些東西都可以買得到的 就是一樣 酒樓的那些 就是 桌面和工具是煎熱的 所以的瓶門 做到方便自己做事的 酒樓的材料 其實買在坊間 有很多都比較難買的 差點什麼 不是經常做不到生意 別人就不做的 好像之前燒賣皮一樣 對 燒賣皮就沒有人買 因為沒有人做的 所以你自己想辦法 用其他雲吞皮 有坊間有雲吞皮買的 都一樣的 雲吞皮也一樣的 一樣的 顏色就不一樣的 顏色不一樣的 吃起來有口感就差一點 沒有所謂的 在家製作的時候就很簡單 將一塊 然後這樣搓起來就行的 最重要的那個口 一定要包住了 一定要包住了 這是一口 因為一口 一口 一旦蒸起來 然後 一旦蒸起來 然後 一旦蒸起來 就會流出來 這樣就拿起來了 最重要的口 一定要拿到發脾了 因為一會發脹 就將從這裡流出來 一些的料 因為這個東西 一旦蒸起來才會用 變成水的 就是流沙的道理 口一定要捉到固定 要把口捉到固定固定 把口捉到固定固定固定 稍後不怕漏出來 稍後發起更大 一斤麵粉 兩層酵母 一斤麵粉 一斤麵粉 兩田拋打 四兩糖 加水拆勻就可以了 有機器就最後打勻 打到起膠為止 打到發脹為止 這個不能夠放得密 因為稍後會更長大 可以的 那些田包全部放幾天都可以 酒樓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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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田包是最耐用的 叉燒包反而不耐用 即餡可以放幾天 那些甜餡 可以放兩三天都可以 要放雪櫃就可以了 酒樓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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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幾天 對 放多幾天 因為那些甜餡是不變的 那些人有句言語 就說酒樓掩心 整定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 因為它要時間 所以一定要整定 因為你做不切 即時即做即晚 是做不到的 其實是餡料做定 對 但你包這個過程 就每天做 對 包就是每天 這些粉都可以放假日 一樣可以放雪櫃 糖皮就不可以 要放20分鐘 要看包面的 波球皮厚靚就很快 手起 用機器打的 打得起就很快 用手拆的就要耐焦焦 打得到 老爸,网友有很多问题问你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叉烧包 家里做种比较麻烦 第一次发种,酒楼要有老种 先前发气要加一点点 家里第一次发就没有了 要发久一点点 一般是一斤粉半斤水 但家里不用发一斤,发二两可以 一两水 酒楼就把扭种一次次踏下去 第一次发口就打净了 再踏下去第二次才发气 家里最麻烦 做这个扭种就是厚修师傅 就算走楼师傅有时也做得不好 第一次发是没有,你做过去加一点 干坑没下气就发气 家里是用人手打不起 走楼用机器,打断面就松了很多 就会爆气,扭包皮就爆气 家里用饭头皮也可以 用烤毛和抛打,这两样就最容易做 家庭各个都做得好 做这种皮就是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糖皮 一种叫饭头皮 分两种 而家里做不到糖皮 多数用饭头皮就厚一点 一样效果 第二个都是关于叉烧包的问题 正常都是可以的 第一次饭头皮就发厚一点 十六七个小时都可以的 第一次 第二次呢 既然有一种留很肿搭 另外留一种少肿搭 新面粉那里 可以点凉就十个小时 一斤粉就半斤水 照推,二两分就半一两水 三椒牛肉球 使命买的牛肉 是比较贵的 80几块 ba1斤 要用人手来切碎 要将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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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瓜菜和炎味糖 ウィjud汁就可以了 家里是比较难做的 如果你用人手切碎的话 也适合就会 没有那么好看的效果 也差一点 烤马我们就做了 鸡包呢 都是那塊皮 只要餡料就用雞肉 剁碎些雞肉 加芫荽蔥、糖芹 都是加鹽味糖 就完成了 腸粉一般建議不要在家做 要買蒸餐就很麻煩 生粉和芝麻粉 比例是一斤芝麻粉 兩斤半生粉 生粉的比例是很重 腸粉最重要是蒸餐 再度下一條 因為這個粽子 就要擁護機 加了糖 要打得很久 打鬆 把整塊粽子打到水 這樣才能加分 這塊包就一定會爆 家裡就沒有這個 真的做不到 關不關蒸爐? 蒸爐也不關 只要在機器裡 人手搓不到 酒樓蒸爐的溫度 也是這樣 酒樓的溫度 高很多 但家裡是慢一點 效果是差一點 但還是會爆 都是那些問題 一樣 總之是2比1就可以了 下一個就是關於燒賣的問題 對 之後可以分兩種 一種 你家裡沒有 就要用人手切到一粒 不停地打 不停地打 打到它起膠 這樣就更厚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拍到這個起膠的過程呢? 因為時間問題 我以前做好了 因為整個過程做好 就很浪費時間 在影片裡拍 很麻煩 而且都是重複做的 對 重複做的 好 我們下次看看 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拍到你做 這個打的過程 下一條問題 一般 以牙一斤豬肉來計 一斤豬肉 大約是 兩層鹽度已經夠了 因為豬肉本身是不受鹹的 你太鹹 就好鹹 那豬肉 下一點 自己試試 試口味 下一條 一層一層 一層就比較麻煩 一層就是蛋黃 一層就是麵粉 起碼六七層上去 中間還要加些糖冬瓜 工作比較多很多 家人建議一般都不好做 而且買不起價錢 所以一般都已經沒有人做 都是燒賣問題 不用的 一般用剩下的生料 就放急凍就可以了 半熟的都可以放下面 即雪櫃的下鏡 一般是三度四度 溫度那些都可以 但如果是全生的 就一定要放入急凍 要零下 零到以下 一般都是放一天左右 再長時間 就不可以了 不用的 因為一夾就懶 因為很多酒樓 現在用了全生粉 透明的一夾就懶 現在我們資本上有些 都是對搭的 一半凍面一半生粉 那些多數都不會懶 懶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塊皮 加得上的 就是水分太多 關不關蒸過龍事 不關蒸過龍事 就是煮師傅的技術問題 時粉都可以 時粉是一般用來做煤 用來拆的時候就殺上的東西 現在酒樓只要用兩種 一種是全生粉 一種是一半凍面一半生粉 那就差這個老闆 怎樣的意思 後面那種叫做水蒸皮 就是全生粉 這隻很硬 打擾的問題 以前呢 全部用筍粒 用筍粒加肥肉 還有帶油 現在做出來 人家不用筍粒 因為很多人吃的筍粒 過敏之類 現在很多老闆都不用筍粒 就這樣用蝦 有一個專門牙筍買的 因為家裡沒有 就用瓶筍粒 沒那麼漂亮 家裡就不要緊 還有其他的問題 可以繼續在下面留言 叫什麼 叫什麼 吃 小麵 好吃 苦味 可以 吃